我们留意到国际特资组织相关那份报告 就着报告里面提及的一些指控 警队非常重视 因为部分的指控是一些相当严重的指控 我们也很想去严肃跟进相关的一些指控 但是我们留意到报告有几点我想作出回应 首先我认为报告的访问大概在9月初 9月5日至12日进行 我相信它里面的个案应该是说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一些事件 但是报告里面反而不是好 有很多的蝙蝠去讲述过去三个月香港整体的社会环境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过去香港过去三个月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之复杂 也都充斥着很多暴力的事件 香港人包括香港警队面对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 很多不同的示威活动里面被部分的激进示威者骑劫 也都是四处破坏 包括袭击警务人员 包围警察总部 包围不同的警署和警车 警方是有职责在这些这么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 作为执法者必须要做执法的行动 报告里面并不多篇幅或者有详细讲解到相关一个社会状况 在这个状况下警方的执法是面对相当大的困难 尤其是在一些暴力场面后 我们经常作出一些大规模的拘捕 大规模的拘捕之后 我可以说就是 无论在沟通或者处理一些相关的程序上 需要的时间比平日或者是平常的情况较为长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 但是报告里面没有交代到相关的一些背景情况 我想说这个报道里面 是报告了很多受访者 他报称去到警署面对过的一些情况 但是报告里面就反而很少提及到 他被捕的前因后果 我想很重要的是 其实他没有说到相关的被捕人 其实是逮捕他什么 又或者去被捕前其实他在做什么 他本身有没有曾经反抗 他本身有没有曾经尝试扭打警察 那这些往往他的行为和事前发生什么事 是会直接影响警务人员在拘捕他的时候 究竟他使用了什么适当的武力 这些我们在报告里面暂时看不到 所以就着他相关有部分的指控 我暂时绝对不能同意